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今天是中華民國103年5月16號 我們看到這幾天 越南的室溫遊行演變成暴動 台商要求政府一定要硬起來 再不硬起來 台商生命財產安全 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外交部說沒關係 我給你貼紙貼 這個你看到 這個越南報名騷騷如略的場面 你覺得拿貼紙貼在廠房 貼在身上 貼在衣服 真的有用嗎 但是政府就覺得 這一張紙應該會有用 那我們再看 越南其實這幾天流動出來的畫面 其實你看了會觸目驚心 實際上在台灣社會 這些年來有很多傳統產業 包含台數在內都前往越南投資 台商其實是面對一個滿大的成本壓力 其中很多過去在華南的 中國大陸的台商也有不少人移轉到越南投資 那這一波越南的這個反中甚至排華的運動 萬一全面性的擴散影響的話 那台商的未來到底要何去何從 你看到的台商大逃亡是這幾天的震撼畫面 台商大逃亡的背後有多少不人移的故事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沈富雄大老好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個我要介紹一下是 在這個胡志明市 大概投資運動器材11年的台商 陳家達大哥好 大家好 好 第三個我要介紹一下是 台商協會的會長劉美德姐姐好 你好 好 再來我們好朋友是夏偉 好 再來是黃世聰 大家好 好 再來是光晴 大家好 我們看到這幾天 這個越南的這一個相關的群眾 這一個反中的示威跟排華的場面 真的是越來越激烈 那這幾天流出來的台商的 這一個遭受到暴民燒燒如略的畫面 真的是讓人看得觸目驚心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一則報導 你們不要害怕 胡哭抱一下 他兩個真的好笑 終於回到台灣 一家人在機場相擁 媽媽甚至還掉下眼淚 回想起當時恐懼還是在心中 餘寂猶存 我們一個預計都訂好 是今天要回來 所以這剛好有位置 也是老天有保佑這樣 我自己在我自己的腹筆上面 就說這個是世界末日吧 是不是太可怕 能夠從越南回到台灣這塊土地 心情相當激動 忍不住 紅了眼眶 有的人拿鐵棍 有的人拿木棍 錄下當時廠房遭受攻擊的雨片 一波又一波的攻勢 讓培養省工業區所有工廠 幾乎無一信念 天破壞 然後半夜搶劫 然後就有些就開始燒這樣子 我們不敢出來 我們就坐過車 因為你坐一半的車沒辦法出來 失控的報名 衝進廠房 拿著刀子 鐵棍就是一陣亂砸 破壞的破壞 燒毀的燒毀 這場越南示威民眾發起的排華運動 看見華人就攻擊 連帶台商也受到波及 嚇得趕緊逃命 經歷這場暴動 能夠回到台灣土地 每個人臉上都露出笑容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光晴這幾天 這個流出來的越南排華暴動的畫面 這個很多觀眾朋友看的 真的是觸目驚心 對 從這一次13號開始發生的 這個反中暴動 其實我們也陸陸續續 接到非常多的台商 他們用臉書的方式 從第一時間就對外求救 而且他們自己也架設這個新聞網站 那據我了解 在這個整個的過程當中 除了有媒體報導的 那個七歲就在這個越南 這個隨著父母親在那邊經商的 一位王姓台商 他提到就是說當夜的這個情況 當那個暴民衝進去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的嚇人 尤其是他們要逃出來的過程中 完全沒有救助的機構對象 完全是靠越南人 有的廠商是靠越幹 他們必須要搭乘他們機車 而且有的要橋樁 整個路程就像逃難一樣 而且這些暴民不只是所謂的攻擊 是砸毀這個廠家 有一些直接這樣放火 真的很恐怖 對 放火 那在這個我所接到這個訊息 有一位彰化的靈性的台商 他有提到 他是在那邊做鞋場的 他的黃經理當晚他是躲在樓下 後來被報名找到了 那一直要打他們 問他們是不是中國的 是不是中國的 還好都是越幹出來解圍 那在這個情緒上面是蠻複雜的 因為在那邊至少上11年 10幾年在那邊經商的台商都有 他們說其實越南人本性是不壞的 可是看到報名這些行動是令人髮指的 那甚至在過程當中 靠著這個越幹 或是他們越南朋友來營救他們 所以那個情緒是非常複雜的 那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以這個台塑在合進的鋼鐵廠 其實受害是最大的 那我們也看到陸陸續續有一些 總結的數據的一個報告 那我們在那邊創造的就業機會 是高達140萬個 其中我們的這個昆豐 年代的昆豐 他曾經去越南深入採訪 在這個整個 我們這次爆發平陽省這個地區 幾乎那個經濟命脈 從北到南 大部分都是台商所建立的 在那邊就業機會創造140萬個 投資金額高達8000億 那尤其是我們剛剛講的 合進的這個鋼鐵 是佔了30150億的新台幣 那所有的這個金額 我們看到到現在為止 商家的統計 2200個所謂的台商加速 幾乎有一半遭到這個攻擊 那所以你要整個復原 現在也有台商返回去 他們工作的地 因為所有的身家都在那邊 你要整個復健 那根據媒體的一個統計 訪問台商 說至少要半年 半年左右 那我們也看到說損失金額 已經高達是100億 那這個估算 還在繼續統計當中 那昨天我們看到華航 華航的8點15分 後來延到8點半 我也有這個 這個越南他們台商總會 傳來的這個畫面 他們要登機前的那個畫面 說在那個機場裡面 終於看到都是台灣人自己人 自己人的時候 那個是背感 溫馨 後來看到他們終於落地 後來10點50分 又有一個班機起飛 而且越南的那個華航的總經理 分工事總經理 還是我高中同學 那個真的是 他說自己的同胞要自己救 就講到這一次的 這個同胞的一個感受 有消息指出 我們一直講說 全國18號的 5月18號那個大暴動 可能再次走向鏡頭抗爭 似乎當局是下令 說要壓制住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 說狀況還有可能發生 所以政府要面對的問題很多 偏偏我們的外交部說 你要登機 你必須要情有竊節 而且我聽說 2萬張的那個帖子 說我是台灣人 那當然民進黨立委說 你為什麼不講 我不是中國人 那我聽說那2萬張帖子 不是有一個藝人 昨天接受趙康先生的訪問 2萬張帖子第二句 我來自台灣那個文法印錯了 你2萬張帖子你印出去你印錯 雖然字都一樣 所以你就知道說在外交部處理這個過程中 荒腔軸板 甚至有人還靠德國人求助等等 這些狀況 我想這個在場的這兩位 我們的這個台商朋友 應該是最感同身受的 真的你剛剛看到那一連串的畫面 你覺得如果出示這一張貼紙 就可以改變當時的畫面嗎 陳大哥我們剛剛看到一連串的畫面 其實都是越南台商 後來透過網路透過媒體臉書 紛紛傳送出來 所以顯然整個越南的狀況 各地的災情是不大一樣的 你到越南投資了11年 這個好像是你有史以來見過最嚴重的一次 我想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因為台商是完全沒有經驗的 因為我們以前碰過很多罷工 我們都能夠很好的很容易去處理它 但是這一次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一次是因為可能是因為有反政府分子 夾雜在這個政府的一個 同意的一個示威活動裡面 創造出這些... 沙沙掳掠 我想這個東西是這樣 我們講一句話就是說 趁火打劫 如果今天你把工廠的保衛趕走了 把它那個... 把門窗打破了 然後放了一把火以後 連那個小孩子的婦人 都可以散布進去拿東西 對 所以這個應該是創造這個條件 然後變成一個騷動跟一個搶奪 這個東西是政府完全沒有預期的 因為政府也沒有這個經驗 那每一個政府像同奈也好 同奈我跟這個檢會長 剛剛有跟他聯絡上 他說同奈的鎮暴部隊只有150個 你知道他方圓多大嗎 他哪有辦法去保衛 那一樣的是在平洋也是這個狀況 所以我想是那個150個鎮暴警察 是不足以防衛整個地區的 你11年前開始在這裡做運動器材 到現在經營11年 顯然你是獲利穩定 而且可以生存下來的嘛 對 好 那即便經過了這樣的一場紛亂之後 你仍然會回到你原本的場 然後繼續經營 那你不會擔心說比方5月18號 他們如果繼續上街頭 或者是中國大陸在南海 如果態度更強硬 然後又激起周邊一大堆國家的反中 你不會擔心這一件事情 惡性循環或者是再發生 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中國跟越南之間的紛爭 應該是剛剛開始而已 對 我們可以預期它將來是越演越烈 對 但是越南的反中情節不等於反台 可是你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看到華文的就開始 所以我要解釋給你聽 因為台灣的工廠有很多路幹 你譬如說兩個老闆 請來50個路幹 你覺得他的面向是 中國的工廠還是越南的工廠 還是台灣的工廠 他們會confuse 還有基層在工作的人 如果對於幹部的管理非常高壓 而且非常不滿的話 那是會有仇恨的 就是說管大老闆是老外還是台灣人 可是每天管我的 比方說經理或者課長 那我就覺得他很刻薄 或者我覺得他很嚴格等等 我對他有很多不滿 我可能就把這筆爛帳 就算在這一個工廠 跟這一個組織上面了 雖然路幹也不見得是真正的投資人 可是他如果是第一線的管理者 搞不好也有這樣的衝突跟仇恨就發生了 我是同意 但是也不是每一個路幹都這樣子 路幹裡面也有很溫和的 那也有比較強勢的 那就是說有幾個強勢的 就會變成一個目標 那其他比較溫和也是受罪的 我想應該是這樣比較公平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節目現場